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真的是很讚好 包上包下 没有 我不是感觉 我说自己不得已的 因为我家那小姑娘 这么多知道吗 对不对 不管是台上走秀的刘芳兰 带着新住民朋友 学习手机拍摄剪辑的刘芳兰 还是在社区里 向大家宣导 要如何防止假暴的刘芳兰 这一位从越南嫁到台湾 已经有22年的新住民 可说是比台湾人 更像是台湾人 热情洋溢的她 有一颗热心肠 哪里需要服务 她就去哪里 对于许多新住民朋友而言 刘芳兰是一个最温暖的存在 刘芳兰是越南华侨 大学毕业 在越南时的工作是台商翻译 因此见多试广 加上较好的外形 在越南时也不乏追求者 却在一次假日帮忙表姐代班 接待来自台湾的旅游团时 就被婆婆一眼向众 让儿子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姻缘 当初的话是因为帮台商当翻译 刚好我婆婆跟我老公是刚好过去旅游 她那一票人就刚好我带到 我是一个很贪玩的小朋友这样子 我平时的话是一到五都是在台湾的工厂帮忙单翻译 假日礼拜六礼拜天我会去帮忙带团 就是旅游团 刚好那一团是我表姐的公司 带到我婆婆的这一团 因为这样子的缘由所以认识了我先生 这个讲好好笑 我还跟我老公开玩笑讲说 我是我婆婆娶回来的不是我老公 因为她看见我的时候 总共她那一团十七位的团员 结果我婆婆就讲说 明天的行程可以去你家玩吗 有安排好的行程 既然的话她可以说服那一团 既然跟到我家 中午来我们父母都是客家人 所以很好客 中午就弄了两桌请他们吃饭 然后吃完饭下午还下午茶还不走 留下来晚餐又再来一餐这样子 所以那天的行程变成都空白 都在我们家 那时候知道婆婆的想法吗 当下不知道 当下不知道 后来的话她就找了我表姐谈 她说她儿子很喜欢我 请那个表姐来跟我父母谈 就表姐当媒人这样 因为婆婆的疼爱 让刘芳岚更是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 嫁到台湾五年后 婆婆因为开刀失败导致瘫痪 刘芳岚便负起了照顾的责任 没有怨言 五年后后来公公走了 婆婆不小心就跌倒 她就端了手骨 她就在家里半年左右不能出门 后来又长了脊椎骨气 去开刀失败 就变成双腿瘫痪 那时候就在家里顾孩子 跟顾婆婆大概也是八年左右 也是帮她清洗 到死到尿服务大概八年 我的店后来才租出去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家里我想说毕竟也是她年纪也有了 也没有想过说要请外老来去照顾她 因为我也有孩子小 我想说干脆就我店租出去 那我顾孩子跟顾婆婆这样 因为用心照顾婆婆 婆婆也真心疼爱媳妇 两人的好感情也让人羡慕 还当选了模范婆媳传为地方家话 虽然与婆婆之间没有婆媳问题 与先生也是有着感情的基础 但刘芳兰还是和所有的新住民一样 远渡重阳离家千万里 还是会思念家乡 因此她对于所有的新住民都能够感同身受 刚过来是真的很想家 说不想是骗人 我真的是哭了五年还在哭 可是这种事情包喜不包忧 我不曾敢跟我父母讲过 因为毕竟进来的话 没有任何半个亲人在台湾 也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朋友 除了当初我讲的那个表姐是没人婆 但是她都两岸在飞 很少在台湾 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联络 所以我回来前八年都是在顾店 就我婆家是就卖那个陶瓷的 所以就是顾店 第一年回来算是入门席 一月飞过来延宵 年底就生我大儿子的 所以就有的忙了 也没有多想这样子 有感于新住民朋友来到台湾之后 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 既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还要隐藏思想的情绪 于是她鼓励大家要勇敢走出来 多多参与活动 让新住民彼此之间能够有所照应 因为每年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都希望是说能够 新住民在台湾也有像一个家 不要说他们好像是被冷落没有人关怀到 所以很喜欢就办联谊各国的新住民一起来联欢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台湾也有一起在这边成长 想要学的东西只要走出来一定会学到很多 我们常常在新住民一般人的眼里就是只有受人家的关怀 所以今天我们有能力了我们也可以回馈社会 所以她当然就带着一票的姐妹比较有能力的 或是说愿意走出来的 所以也可以做很多关怀的活动 为了让来自异乡的人能够在台湾相互有个依靠 他们时常透过活动的办理来联系情感 聚会时穿着家乡传统服饰 讲讲家乡话 吃家乡小吃 分享彼此的心情 刘芳兰热衷参与社团活动 陆续担任救国团英哥团委会会长 英哥妇女会的李建世 志工成长协会英哥区主任 因此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场上 都能够看到刘芳兰忙碌的身影来回穿梭 长年跟芳兰互动的 建德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林玉君 对于刘芳兰的热心公益也是赞不绝口 芳兰是一个非常甜美又非常伶俐 非常聪明的女孩 虽然她到台湾已经18年了 可是因为她早期就是 她婆婆是我们英哥妇女会的理事长 所以她都跟着婆婆来加入我们妇女会 从事一些妇女相关的服务活动 那近几年由于新住民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新住民融入我们台湾这个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有关于新住民的一些日常生活 一些问题我们就会请方来协助 那她非常的热心公益 所以每次都是一口答应 就说没问题 需要什么她都随时可以支援我们建德社区 包括我们建德社区在办理那个烘焙班的时候 她也是带领新住民一起来加入 学做我们台湾的西点这样 那有时候也带他们越南的点心来跟我们分享 那从日常的生活中里面 那新住民最多的就是法律相关的问题 那刚好那个发南业上进 她也努力地照顾新住民这一块 就是相关的法律问题 就有跟每个我们的杨律师跟林律师 一起成立我们建德社区的免费的法律服务注点 来服务我们新住民这一块 不至于到大姐那种感觉 不过她就是可以说是我们新北女力的 新住民的代表的一份子 是最强的一个代言人之一 对我们新住民服务的这个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棒 她真的是一个活教材 就是从她嫁来台湾 然后照顾婆婆照顾家庭 把子女都抚养长大 家庭生活可以上轨道以后 她就是利用她空闲的时间 愿意出来服务社会 这方面就是可以当我们所有的新住民 甚至我们妇女这方面的一个标杆 大家都应该都向她来学习 现任的新住民党台北党部主委 全应齐一提到芳兰 也对芳兰的侠女性格佩服不已 因为只要新住民朋友有难 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 不管路途多远 她总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 有时候晚上我们就一通电话打 她就马上到了 不管我们出了任何事情 只要我打电话 她居然那么严 我们在台北市 她就在这边真的很远 可是她还是送过去 一两点她也会出现 就帮忙我们手里 有些家里的事情 后姐妹什么什么的 有时候我一个人我没办法 我就打电话 你帮我一下 好 马上人就没有多写 她会到了 就这样就帮忙我去 就跟我回去 去办那个小朋友 他们或是家里的 那个新住民的事 然后就有的时候活动的时候 她就很会搬 会带领我们就去搬活动 就去哪里哪里 他都弄得很好 叫得很赞 同样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 大家都会面临到子女对母亲 是外籍新娘身份认同的问题 但是有了方兰的正向引导 全英企主委也告诉孩子 不必刻意去避讳 新住民之子的身份 我儿子今年22岁了 我儿子在海巡守上班 他小的时候出来 因为我们是 之前我离婚有家报 有家报 所以我先生喝酒会来打 我才离婚 然后就带小孩出来 真的很幸福 然后我儿子出来上课 就搭叫做 你是越南人 你是新住民的 就不理他 对后他在回去 他跟我哭 他说妈妈朋友 都这样就派起我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 你就光明正大 你妈妈就是越南人 你不用他 因为哪里一样都是人 不要这样子分 你就光明正大的时候 你妈妈是越南人 这样你往心里 你不要听人家说什么 就往上看 自己学 就走下去就好了 不用听人在外面 请任何事情 把自己做好的事就好了 所以放兰那边 是什么地方 对啊 所以我是跟放兰学的 因为真的看开始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 都很闷很闷 不知道要怎么办 谁可以处理 然后就见到放兰 放兰就说应许 你就走出来吧 不要自己家里面 这样就家里面 这样就会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就跟着他学学 然后他就带我去办活动 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 那我今天的真实 同样是外籍配偶 刘芳兰发现自己 虽然幸运得到了婆婆及老公的疼爱 有个安稳的生活 但是他在家族中 还是受到了一些歧视 与不公平的对待 连他都如此 其他外配的近况一定更糟 不公平的对待 应该是算在我身上 有一道 我是因为家族的关系 我跟婆婆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就是没有隔阂 但是跟其他人可能 就是可能 我在人家的眼里面 太好了 就认为吃醋 就会吃出来 会讲有一些 兄弟姐妹讲的话 会比较讽刺 就会有一点歧视的感觉 我想说 我会以言能通 所有的家务我都能做 我还能协助别人 既然我的还会遇上 你想想看外面的 不公平的对待 可能还会更多 后来我跑到公所去 帮忙人家办健保的申请 然后协助附证那边 要换身份证的 他们都不懂 不会填写表格 也不会怎么流程怎么办 像小朋友打疫苗 在卫生所要填表单 很多新住民都不会 然后到了里面 志工有可能 除非有越南的志工 不然里面 我们台湾人的志工讲 越南人带孩子来打 也听不懂到底要做什么 有感于许多外配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是因为观念上的不正确 刘芳兰便经常 说要参加社区宣讲 她要告诉大家 外配是家人 不是连嫁老公 那个阿嬷很聪明 她说我两个老的爱人家 那两个孙子也爱人家 我拿去参生后 带一个老婆 媳妇回来 待胎十六百 她说我若搶一个老婆 一年要胎三十六百 你知道我两行一直连下来 原来我们外老都不如 我去在车上 我就陪陪坐我 我就再哭 原来我们外配这么长 连我老都不如 一年人家就买回你的 那一个取离回来的 她最后讲的去台中产人 她说我们小孩 晚上有无人睡 两个小孩 两个孙子有老婆无人睡 我们两个老的有人 把我们资本洗啥 我说你简直是没有 把人家当人看 你怎么能怪她说 她对你们不好 人生地不熟的新住民朋友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不管是要办理身份证 还是要申请低收补助 最需要的就是翻译 方兰都会热心地 带着他们到处跑 帮忙翻译 也提供相关的协助 我只是纯粹想说 协助一个当作旁边 他们的家人 还是说一个姐姐的角色 就是想说能够帮你们 去解开你们的误会 协助你们的沟通的方面 真的需要资源 她可能就不懂 我们可以 你要办身份证到护证 你要办那个流程怎么跑 我们会给她方向 比如说很多的那种 比较低收的 她可能要申请低收补助之类的 你要到公所怎么申请 我们会带她去 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带她跑一趟 除了到公所 护证事务所 卫生所 协助外籍配偶办理健保 出生登记 带小孩打疫苗之外 刘芳兰也发现 有许多外配育人不熟 自己生活陷入困境 孩子也跟着受苦 来台的移工 也常受到雇主的欺负 衍生出许多的法律问题 所以她最常出现在警察局 帮忙当翻译 之前在市政府跟警察局 方南只是在做翻译 所以说会认识她 那后来在公益活动才发现说 原来方南在对于这个 弱势团体这一块 她是非常的积极从事 当时我们刚好 我们事务所也是有在 走这个公益这一块 所以说就跟方南交换了名片 认识了一下 后来方南就担任了 这个旧国团的会长 阴歌区的会长 她就积极地在推动 社区的法律的推广 跟新住民法律的咨询 所以就邀请我们事务所的律师 担任新住民的免费法律的咨询服务 跟社区法律的咨询 我觉得方南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它虽然是外配 但是它会很积极地 主动地去融入台湾的社会 所以说平常跟它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外配 跟它谈话了解之后 才会知道说它原来是一个外配 另外一点就是方南虽然是外配 但是它对于这个新住民这一块 它是非常的关心 关于新住民的一些 他们同乡有些困难 它也不是说一定只有越南的 它只要是外配它能够感同身受 为了提供这些同为外籍的朋友 更有效的帮助 刘方南还特别去进修法律助理的课程 在成为律师助理之后 才能够在开庭时陪同进入法院 协助翻译工作 让他们能够理解问题 及如何正确地回答 与方南合作多年的律师 也对方南的毅力感到佩服 为了协助更多的新住民 我想说一般在台湾 不管你演讲什么 都要有一个征兆 要有一个实力 就表示说你曾经有去培训过 有这样的课程你去学来 才能当老师当讲师 所以我费了很多时间都是在上课 白天也上课 中午也上课 晚上也上课 就只要事情能挪开 我孩子出生三个月吧 我就抱着孩子去市政府再上课 连老师都好感动 说夏宇你还被那个小朋友这么小来 我说我很想学有一点东西 因为台湾什么都讲证照 牌照 对不对 你没有的时候 你再高学历他也不会认同 跑法院的话很多被家暴不敢报 报完之后呢 要开庭他听不懂 所以我必须要陪庭 就是到了法院 律师要跟他讲什么 我要陪他把律师的话翻译给他听 他要想讲什么 跟律师讲什么要求什么 对方要签和解 或是说调解 还是说要签离婚 我必须要用同样的语言翻给他听得懂 方南他本身会去很努力的去学习 他不是只是说把这个案件交给我们处理 他在过程当中 本身他在做一个沟通的桥梁的时候 法律这一块有时候会比较一些 坚涩难懂 所以说我们在律师在解释的时候 可能不见得一般人或是一些新住民朋友 他们听得懂 那方南他就会负责帮我们很努力的去了解 这个我们律师所讲的这个法律术语 他把我们法律术语用一个很白话的方式 告诉那些新住民朋友 这样子就会节省到这个 我们跟这个新住民朋友之间的这个沟通 这个时间 这个新住民这一块 有些就我所知 很多人去打电话给他 根本就是陌生人 完全不认识的 而且有些人是在屏东的 在彰化的 甚至于在花莲的 他只要一收到通知 一不容辞就下去了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误我说 有没有空 然后有的时候做咨询 甚至于就跟他一起下去 去了解到底新住民朋友 遇到了什么问题 所以他是非常的积极跟努力 在推广这个新住民 跟帮新住民解决困难这一块 台湾人口的四大族群 包括了原住民 闽南人 客家人与外省人 到了2022年 外籍配偶或是规划我国的新住民 已经超过65万人 超过原住民的58万人 成为仅次于闽南人的第二大族群 若是再加上新台湾之子 新二代的话 人数早已经超过百万 这一族群将会成为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于是他们成立了台湾新住民党 希望透过政党的力量 来协助新住民就学 就业 解决家庭及经济问题 同时推动新住民友善政策 及各项社会工作 而刘芳兰 正是台湾新住民党的创党核心干部 从政目前是没有 但是一定会协助想要出来的姐妹 因为像今年的话有一位在南投 就是我们成立新住民党的第一位的候选人 想为什么会去推一个出来选的原因是 我们新住民在台湾其实人口很多 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窗口 替我们去代表 比如说有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在台湾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看见 我们能够有一个平等 一个对待 一个交流 早期台湾人对于新住民的确不是那么友善 以往称作外籍新娘 后来是外配 称呼上多少都有歧视的意味在 不少家庭都把外配当成是自己的禁卵 以为可以随意对待 这也让新住民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 问你自己你要不要这个家 你要这个家再困难都能够跨过去 因为没有哪一对夫妻是不吵架 或是说没有误会 所以孩子是我们的中心点 为什么很多人说结婚过来希望有个孩子 就是我们的桥梁一样 有很多东西争吵 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会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觉得那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是我们生的 你会舍不得离开那个家 所以我很希望说很多那种年轻的夫妻 不管怎么吵 其实能有沟通的 不是说一气之下 自己的情绪当下就签了离婚 就后悔都来不及 最可怜的是小朋友 因为我常常讲 我说孩子是你自己生的 你就应该负责到底 我常常讲说 虽然我娘家没有像我婆家 可能这边的那么好 或是说那么庞大的事业 可是我父母的也是手上的明珠 并不是说一嫁到你们家里来 我就是比人低一等 没有啦 我说互相尊重 我只要求说你互相尊重 这样就足够了 新北市是一个对新住民 非常友善的城市 社会局也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和许多关怀站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新住民朋友 需要的协助 刘芳兰也认为 关怀站可以帮助 初来乍到的新住民朋友 更快地融入台湾的生活 很多的话到那边咨询的话 第一他可以学语言 是第一个重点 因为常常语言隔阂 就是因为不通嘛 沟通不良才会吵架嘛 对不对 所以那边的话会写出说 你想学一个才艺 或是说你想要学语言 都有哦 我们那个板桥的那边的妇女中心 都有这样栽培这样的外配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政府 对外配这一块非常好 去上课 你只要晚上留时间去那个补习 那个学校都有嘛 好像是叫不就教学 就可以学免费的 但是你们真的愿意跨出来这一步 刘芳兰也提到说 现在的新住民不只有第二代 第三代也已经有了 而透过学习提升 拿到博士学位的也多有人在 现在不是第二代哦 现在外配在台湾已经第三代了 很多的妈妈在台湾 真的很用心的一种 修了博士 不是修大学而已哦 修了博士 像我们新住民当那个卖艺针 就是在修博士学位 远渡重阳来台的新住民 有些是因为对爱情的憧憬 有些是对生活的期待 尽管现实不是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 甚至还经历了一番苦痛 但是他们还是靠着无比的毅力 勤加学习 淬炼自己 以广结善缘的慈悲心 热心公益 无私的付出 把台湾当成他们第二个家 其实不管是因工作来台 或婚姻而规划台湾籍的新住民 都让台湾社会的风貌大不相同 这些人带来的语言 文化与劳动力 也将是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